我們來注意到這個知識的IP 當然我們要最在乎 我們以前講什麼純量 增量 我常拿金瓶梅的這個例子來做舉例 可是現在不是純量增量 是有限跟無限在作戰 什麼叫有限 有限制 有範圍的 像台灣的觀眾就是2300萬 我們每天做電視 其實最高峰的黃金時段 就現在9點鐘 大概台灣會有400多萬人在看電視 比例就20% 最高不會超過30% 那600萬人一定要頂天 那邊可能特殊的什麼事故 國際的意外災難 或世界級的運動比賽 就是三四百萬 四五百萬人 什麼意思 所有電視台都在這個有限的資源 有限市場進行競爭 可是面對網路之間的 這些資品它是無限的競爭 它的發展無限 它播出的區段無限 它的資源無限 你是一個有限 綁手保獎 面對一個無限的戰爭 這個市場就變成新的一個改變 我們看 折天際一級900萬 其實事實上 從小說 竟然可以衍生出 那麼大的一個市場 我們再往下做觀察 其實好的不僅是這些消費者 好的也是原著的一些作家 像這個最有名 北京的唐家三少 他的筆名 他一年的版權收入高達1億2千2百萬 窮書生的概念 在網路平台 特色像粵文集團的一個平台出現之後 1億2千2百萬 人民幣 這個大概換成台幣 大概7億台幣 假如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到台灣來講的話 可以排到前兩百大 一個人一年可以賺到1億2千2百萬 將近6億台幣的收入 多少年紀 36歲 第二名是叫天才土洞 四川籍的一個作者 一年的版稅是高達6千萬人幣 幾歲 28歲 他今年代表叫武動乾坤 基本上我是沒看過 可是我也滿嚇人的 一年的版稅收入 可以乘以5 將近3億台幣的收入 窮作家 窮畫家的時代 一去不復返 我們再看這個市場 其實剛剛其實 宇農已經講過這個市場 整個用戶的規模 在未來2020年 渴望達到4億人 4億人 另外網路文學規模 如宇農剛剛提到了 2020年會高達134億 在湧現的使用手機環境 手機線佔據我們使用時間 越來越長 大家搶 到底手機打開 是玩電動完30分鐘 看新聞10分鐘 還是看小說兩個小時 所以文學是一個非常好眼球 好時間的一個產品 一旦被黏著上去 它佔據你現在21世紀 最重要的就是用戶的 時間的黏著度 所以我要請教一下 佑老師我們觀察 你 我剛剛不好意思 不禮貌講說 你是窮學者 可是現在 其實佑老師 我們常常也在試一下討論 我們的知識可以分享出去 可是我不能餓死 我說在台大教書 上東森裡微博的來賓費 你必須有更大的經濟誘因 讓你更想推廣你的哲學 您的觀察解讀 這種IP的價值 它是改變 我剛剛聽得非常仔細 每一句話我可以驗證一點 就是我們活在一個大型的社會革命當中 如果20年後 30年後我們回頭一看 這個時代的列車已經走向了 往天上衝的一個時機 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 就是說我們通常來講 一般來講我們的印象 因為在台灣書 看書的人越來越少 看書的人 書一打開 頂多在初天裡看看都不付錢 我到成品看 我經常有一個問題 就覺得賣書的人不好賺錢 那你想想看 要什麼樣的書 讓一個本來閱讀風氣 就不太可能興盛的一個環境 然後大家開始爭相 爭先恐嚇的閱讀 然後整個利潤化 從賠錢到賺錢 都是以十倍十倍的成長 我自己常常去大陸 我現在就注意到了 大陸人現在透過手機 來閱讀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整體風氣來講 完全是顛倒過來 以往我們是說被父母逼著 在受教育的時候 要去讀書對不對 那現在的話倒過來 現在有一些書 就是好看到 你沒看你都覺得落伍 你一看你就迷了 讓我想起來四十年前 我在閱讀武俠小說的時候 看第一本 就忍不住要把第二十本看完 的那種瘋狂境 現在我覺得大陸上普遍來講 這個閱文現在的發展 其實坦白講是一個 從這個生平跟視平 線上的業務 已經轉換到了一種普遍的閱讀 所以以後會帶動的是 不但這個閱讀的風氣 也會帶動了書本的市場 重新回到市場 而且更重要 它會帶動一個教育革命 什麼樣的教育革命 因為我們這個華人世界 就是在大陸情況 也跟我們台灣很像 就是大學看牌子 比如說我教書的學校的話 台大 台大就是牌整的 但是台大之後的人的話 一般來講 確實在找事情的時候 是有一點不公平的現象 台大人的機會好一點 可是以後在展現自己才華的時候 比如說這個人 他沒進台大 原因是因為物理化學 跟數學特別差 但是他的文學特別厲害 甚至沒讀大學 我們不是有個專門寫 幾把刀的一個作者嗎 他就是一本兩本 三個四本在寫 那這種情況的話 就出現一種很奇怪的結果 就是說 整個教育上來講 完全是看你表現你的作品 而這個作品的話 透過網路 也就是科技所搭的平台 他們基本上的國家的方向 在鼓勵大家善揚這種想像力 知識的力量 然後大家突然發覺 這個社會 反而在文學這塊很開放 院長說我們觀察 因為我跟妳討論問題 在台灣這種教育 不要是台灣的 其實亞洲都是這樣 這種升學制度之下 到底我今天念台大哲學信 是院舉勝你好棒棒 還是院舉勝其實你並不棒 是因為你的學生好棒棒 觀眾朋友懂意思了嗎 所以他得天下英才而教之 所以變成大教授 還是因為他是大教授 而得天下英才 在以前孔子時代 是大家拿了一堆素修 拿一堆豬肉 從孔子教教我 現在不一樣 現在是大家 連教授都在擠那個窄門 為什麼 因為台大 清大 正大的學生 經過多年的考試篩選 所以老師你教學很輕鬆 你的學生都是天才 我去教也可以 舉一反三 大家討論一下 這行課就結束了 所以當一旦這個牌子 或這個教育的門檻 或教育傳播 開始改變之後 其實老師的發展空間也更大 學習的空間也大 而這些大學的品牌邏輯 會慢慢受到衝擊 是 我跟你講 司官你不要以我在台大教授 各方面 因為學生聰明就比較輕鬆 你剛好講反了 因為學生的要求 訴求量很強 他總是覺得 他對自己不滿 對老師就不滿 他把脾氣都出在老師頭上 所以老師本身 不能說是樹葉匪泄 對 但是進行上是歷經圖治 想要能夠讓學生的 在知識面上滿足 因為他們有的時候 國際化的環境 可是我覺得 有一點局限性在哪裡 就是說 你教了好學生 他迷戀於自己這個牌子 是 他迷戀這個牌子以後 他會覺得自己很好 所以在發展的創意方面 反而顯得不自由 是 現在我講到 閱文這個概念 它的確是個革命性 因為它是倒過來的 就是說我隨便 一千萬本書 你剛剛舉的例子說 紅的書不到十本 你有沒有注意到剩下那999萬本 到哪去了 對不對 所以說他的失敗的可能性 是超過99% 所以也因為這個緣故 只有那種漏網之魚 一下子就拿出來的話 但是這個對於整個社會的 發生的轉變很大 很多人就是普遍會覺得 他敢做夢 他想做夢 然後他朝這個夢想中實現 對年輕人來講 就充滿了希望 因為大陸上現在的直播業務也好 網路平台也好 甚至於包含各種音頻 現在我隨便跟大陸一聊 每個人都希望 能夠像買彩券一樣 透過自己的聲音 透過自己的表演 能夠透過直播的系統 能夠一夜成名 是 外面跟我們觀察 因為同時在大陸之外 美國最近很大的併購案 就是迪士尼準備要收購 美奪 他旗下的21世紀福斯電影公司 但21世紀福斯 他不僅是電影的發行商 他也是內容的提供者 那我們看到 現在迪士尼就準備收購 梅奪他旗下的21世紀福斯 強強做合併 那為什麼要賣出來 因為在面對全球化的環境當中 21世紀福斯也發現 他的規模經濟量體不夠 所以閱文平台 比的不是規模經濟 而比的是特殊性跟創造性 可面對傳統的傳媒 比的是規模性 只有越大反應才越快 拍出來的片子 拍出來的能量才會越強 我們看一下 這個我們今天準備一個 就是迪士尼 因為其實迪士尼 是全球這種IP制裁的 一個商業的典範 他這個創意工作室 就是以電影為核心 每年的收入90億美金 可是我們都知道 第一個 他會把他的這些玩偶故事 變成迪士尼樂園 從另外一種有型的商品 來進行販賣 甚至也會用遊戲 跟相關的周邊授權 來進行獲利 規模也不小 還有包括網路媒體的營收 還有更外圍的 包括第四代Cable的壟斷 所以迪士尼他中間 掌握了一個核心IP 一塊錢變三塊錢 一塊錢變八塊錢 一塊錢變二十塊的生意 我們再看一個典範 這是目前在台灣其實滿火紅的 在大陸更熱 就是邏輯思維叫羅胖 其實他這幾年 串紅的速度非常大 因為他善用於各種不同的角度 解讀一個我們已知的事實 解讀 不是解釋跟讀 是分解掉重組 這個了不起 我們對於秦始皇的了解 對於蔣介石的了解 他從既有的根據當中 分解重組 帶給我們一種不同的選擇觀 跟不同的面向 那他的這個市值天恐怖 2013年第一次募款是數百萬 第一次在天使輪 到了A輪2014年12月的時候 估值也來到1億樓 到了B輪的時候也是13.2億 在今年7月 他的估值高達70億 就是一個人在說書 他的價值可以高達70億人民幣 我要請外民各做觀察 一個新的時代 在美國也開始 在中國也開始 這個知識力的傳播速度 得到了資本市場的挹注跟幫助 聽到了錢 看到了錢 其實爆發力更大 您看這個福斯 為什麼願意被迪士尼病了 他就可以做很好的內容對不對 但是他要找一個 可以讓他施展的平台跟舞台 以前靠電影院 現在對不對 電影院已經不行了 對 那這個閱文集團的事情 就讓我想到 1800年前 中國洛陽發生一個事情 我們後世叫做洛陽紫櫃 對 當時有一個 洛陽紫櫃再來 對 當時有一個 那這次 這個閱文集團對不對 在這個香港掛牌 叫做這個香港碧櫃 你知道嗎 對 香港碧櫃 對 現在要找港碧都找不到 大家都去抽籤了 這個當時有一個 還剛剛出道的一個文學家 甚至還沒出道的文學家 叫做佐思 他寫了 他花了十年的時間 窮金買手對不對 然後寫了一個三都附 寫出來以後 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 對 當時的大文豪對不對 他去找了大文豪這個陸基 想去讓他欣賞欣賞 陸基連看都不看 是什麼玩意兒你知道嗎 這個意思之間對不對 根本沒有人理他 但是後來運氣也不錯 有另外兩個很有名的文學家 一個叫張載 一個叫做黃埔蜜 黃埔蜜看了以後 大為讚賞 然後把他推薦 他寫一個三都附 三都附就是一個文學作品 形容當時的魏都洛陽 蜀都成都 還有這個吳都 吳國的首都 這個建康 三個地方城市演變的情形 還有各種人文風貌 歷史等等的事情 這個張載看了以後 也覺得很好來幫他寫序 寫序以後那就不得了了 所有的洛陽人 或者懂一點文學的人對不對 都要去拿左思的三都附 來看一看 所以一時之間 大家急著去買紙 傳操 就造成當地的紙很貴 就洛陽紙貴 洛陽紙貴的由來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陸基錯比 陸基後來聽說三都附對不對 賣得很好 賣得很好 他在那裡一看 他本來也想寫一個三都附 結果看完以後覺得自己 雖然是貴為大文豪 當時最有名的文學家 但是不可能寫得比他好 就把他比丟了 他再也不敢跟他比了 這個事情你可以看出來 在文學上 經過互聯網的結合 很不一樣的地方 這個左思1800年前 他要出名的話 他要有人第三方幫他推薦 當時他的價值是透過集體化 或者集中化的這種推薦 有名的人 或者那個時候如果沒有出版社的話 有出版社幫他推進才有可能 這是我們傳統的文學 或者出版劇必須這樣做 但是現在 每一個人 有一個附列網的平台對不對 你都可以在附列網上 取得這個叫做自我負職 負就是賦予的負 自我負責或者自我負權 就是說可以透過自己的努力 透過自己的表現對不對 然後來取得自己的這個價值定位 或者說你的話語權 是 我在想到前幾天 我們那個節目講詹洪志 詹洪志實在非常可笑 繡一張照片 背後全部都是俗例 你看看這個 這個粵文集團對不對 他有將近1000萬部的著作 有580萬 將近600萬的作者 那個詹洪志後面那對書 跟他在那邊裡面來講 就是滄海一樹 做一個附列網的人對不對 還傳流在 還停留在傳統的知識 傳輸的管道裡面對不對 那種形態 那種形態 你會覺得詹洪志對不對 是坐在前海裡頭 一個獨木舟你知道嗎 在獨木舟上對不對 很努力的滑 也不知道在滑什麼 不知道旁邊 都是錢 都是錢 這個事情 再讓我想到一件事情 就是四年前 大長花血運的事情 對 那時候反對大長花 兩岸福茂 最厲害的都是出版界 是 你現在想想看 郵文集團出來以後 這些出版界還要混嗎 對 他去反福茂有意義嗎 是 他應該反過來對不對 熱情的去擁抱互聯網 或者熱情的擁抱 像閱文集團這個具有 強大穿透力跟滲透力的平台 他才可能會有出路 你知道嗎 這個事情也告訴我們 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 在水能載舟 硬能覆舟 大家都現在都經常講 網紅現象 在這個閱文集團裡面對不對 其實網紅的情況是最多 今天對不對 有一個作家能夠在那邊對不對 馬上涮紅起來 過兩天這個作家對不對 或者過兩天 他們有好的作品跟上去的話 被替代 他馬上就被替代 這個告訴我們一個現象 互聯網這個事情 已經把所有社會的表象 我們過去依循的 傳統的法則全部打破了 他把社會底層 所有的意識形態 價值判斷 或者個人的喜好 或者真正的名義 全部調動出來了 反應極大 反應極大 而且把它放大 甚至於把它扭曲 每個人在這個中心 你都必須重新定位 所以像剛剛院老師講的很好 這個台大學生現在很驕傲 告訴你一件事情 將來人的價值不用靠台大 這種第三方機構來認證 你如果有個平台 讓你表現出你的才華的話 那可能比台大還更有價值 這個是對我們社會 或者說將來價值財富 權力分配 會造成很長遠影響的一個 一個怎麼講 一個線索 或者說一個途徑 這是我們直接大家去思索的 說一個小小小小的 一言 就把小小小小的 又是一個小小小的 是個小小小的 一個小小小の 這點是個小小小小的